这是昨天一位最近在练习调色的粉丝朋友发来的问题 他想把自己的调色练习做成这样的滑像效果 然后分享出来 既然是铁粉提出的问题 那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录成视频 分享给大家 下面我们来分享两种常用又简单的实现方法 现在轨道上是一条没有经过调色的log素材 我们先简单的给他套一个LUT文件 模拟一下调色后的效果 这是一台阿莱摄影机拍摄的素材 所以我们就给他套一个阿莱的LUT文件 假设这就是你调色完的最终结果 然后选中这个素材 按着Option键向上拖拽一下 复制了新的一层 然后把上面这一层的调色效果关掉或者删除都可以 然后去视频发生器里面调整裁剪参数 选择一下你想从哪一个方向制作滑像效果 然后给滑像参数添加关键帧播放一下 在你需要制作对比效果的动画范围内 首尾添加关键帧 然后调整一下裁剪参数 这样就完成了对比效果 想调节动画的快慢 按下Ctrl V 开启视频动画的关键帧窗口 调整两个关键帧之间的间距位置 两点间的间距越短 动画效果越快 间距越长 动画效果越慢 这就是第一种方法 如果你不喜欢在轨道上复制很多层来做这样的效果 我们还可以使用另一个方法 直接在调好颜色的这个素材上 你需要做对比演示动画的地方切一刀 把它分成前后两段 然后选择前面的素材 把它的调色效果先关掉 然后在切开的这个位置 添加一个滑像类的转场 这是擦除分类中的擦除效果 添加好之后播放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大致的效果 调整时长非常简单 直接拖拽转场边缘就可以了 这个擦除的转场 中间默认是有一个语化范围的 作为转场来说很合适 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对比动画的话 我们希望中间对比越明显越好 所以我们选中转场去检查器中 把它的边缘语化关掉 现在这个对比效果已经足够明显了 如果你希望更加的明显 你还可以在中间去加一个颜色边框 让它左右两边有一个更明显的区分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单一颜色 然后颜色选成白色 设置一个边框的宽度 这样就是一个带边框的对比效果 如果你对同一个素材做了比较复杂的调色效果 希望一步一步的分布展示的话 那这种方法其实更简单更方便 如果你最终需要做分布演示 那么调的时候最好要 分成不同的效果滤镜来实现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简单的演示素材 第一个效果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709还原 在第二个效果里面 我们又用了一个电影的风格模板 在第三个效果里面加了噪点 这样简单的模拟成三个需要展示的调色步骤 然后在素材上切三刀 依次关掉调色效果 然后给它们的剪辑点上都添加上擦除滤镜 关掉转场的语化效果 想要对比的效果紧凑连贯 那就把这三个转场的时长拉长 一个挨一个就可以了 转场的时长直接拖拽转场两边的边缘 就可以随意调整 切点的位置拖拽转场的中间位置 也可以随意调整 这就是大家经常见到的一些调色效果分享 和特效效果分享的实现方法 这里演示的时候 我为了图省事 所以直接使用了Dehancer这个电影调色模板插件 简单的做出点调色差别 模拟了三个演示的步骤 大家在实际调色过程中 可能更多的使用颜色板 色轮 色彩曲线 这些调色工具 不管你是用了什么调色工具 还是第三方插件 最终都是在视频检查器的效果窗口里面 可以分别开关的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投币评论点赞转发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